各位知道牛家这个草吗 古人传说 吃了牛家 人的记忆力会特别差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很久以前 在某个遥远的国家 有位旺姓超强的和尚 后来和尚死了 在他的墓地四周围 长出了不可思议的草 这就是牛家草 所以吃下牛家草 人就会旺姓增强 这个传说的根源 是来自于世家的一位弟子 他的名字叫做周立盘特 这一回我们就是要来讲 周立盘特的故事 佛典故事 盘特兄弟 扫帚的教诲 距今约两千五百年前 印度居萨罗国的国都 摄卫城 住着一对兄弟 大哥 摩科盘特 记忆力特别的好 年轻的时候 就被传送为优秀的学者 在自己家里招收弟子 传授学问 可是他的弟弟周立盘特 记忆力却特别的差 做什么都失败 成为人们的笑柄 世界上所有的事物 都是由金 木 水 火 土 这五个物质所混合而成的 首先第一个是金 金是不冷也不热 拥有固定的形状 接着第二个是木 是热而变化 没有一定的形状 不行 不行 我可以去那里 等等 周立盘特 是 哥哥 你在干什么 我要救他 他好可怜 救谁 救蚯蚓 你照到阳光是会死的 快走 快走 你果然不适合做学问 去别处玩吧 为什么 你在会妨碍别人 我没有妨碍别人 只要你在就会妨碍别人 我想做学问吗 像哥哥一样伟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不要啰嗦了 赶快去别的地方 暂时不准回来 接着第三个是水 水是不冷也不热 我也想做学问 你也想像哥哥那样伟大 你说不行吗 我没有办法像哥哥那样 是不是 那我比哥哥差一点 那也没有关系啊 对不对 哈哈 哥哥哥 周利盘特 天已经黑了 快回家吧 刚才真是对不起啊 我说了很过分的话 过分的话 什么话 你已经忘了 真伤脑筋呢 伤脑筋 爸爸在临终的时候 要我好好照顾你 看来他真的猜中自己身后的事了 他真的猜中了 那时候 世尊来到社卫城附近的奇缘经社 许多人皈依成为弟子 因为朋友的劝告 摩科盘特也去听法了 而决定成为世尊的弟子 我也要去 你留下来 我也要去 成为那个叫什么人的弟子 世尊教得相当难 你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不知道了 我也要去 修行是很严格的 依我看 你是没办法完成的 没办法 我也要去 随便你吧 那我就随便了 按于父亲的遗言 摩科盘特也没办法 只好带着弟弟去奇缘经社 也就会获得 使得了 我去 我去 派的 我去 拨き 增加 垃圾 我是摩克盘特 他是我的弟弟 叫做周立盘特 快点行礼啊 请让我摩克盘特 还有我弟弟周立盘特 成为您的弟子 好吗 士尊那位大哥非常优秀 可是他却有个 全城都知道的愚蠢的弟弟 那个弟弟我看呢 还是拒绝的好 别惹麻烦呢 齐达 是 我们做人绝不能够以貌取人 士尊可是这 我的教法永远不分对象 对人们打开宽敞大门 我承认你们几个人的入门 太感激了 好痛哦 就等着看以后吧 就这样 盘特兄弟一起成为士尊的弟子 每天做严格的修行 大哥 摩克盘特的修行有长足的进步 但是相对之下 小弟的周立盘特 修行进度非常的缓慢 成为士尊的弟子 必须遵守250条的戒律 可是周立盘特却连倍都比不起来 在从头开始 要听好 不可杀动物 不可偷窃 不可说谎 你说说看 给你个提示 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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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爱 不行 我讲话 你说什么 要赶走我的弟弟 有他在 我们会连带成为士人的笑柄的 对啊 说的对啊 以后也会影响到士尊的名声 对 说的对 求求你们 至少等到下一次集会的日子 好吗 等到下一次集会的日子 然后怎么样呢 我会展示 我弟弟他修行的成果 修行的成果 不可能 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我自己会赶走他的 请等到那一天 拜托 不做坏事 不欺负动物 感到诸念皆空 就会远离无意的痛苦 这是因为佛的力量 下次集会那一天 你把这一些全部背给大家听 我吗 周里盘特 你如果这样背出来的话 大家都会承认你的修行的 不知道办不办得到 办不到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留在这里了 到时候 我就必须赶紧走 我是 我试试看啊 那你就跟着我念 首先是 不做坏事 首先 首先是多余的了 首先是多余的 哎呀笨蛋 你不好好跟着念 不做坏事 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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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事 坏事 你又忘了吗 快点想起来啊 不做坏事 不记住 不记住 动物 敢到猪念皆空 就会远离无意的痛苦 早上到现在啊 听着听着 不知不觉 我都能够 我好伟大 好伟大 好伟大 那叫什么伟大 你是伟人 不不不 我不是伟人 你别戏弄我了 如同月定的 余地现在就展示他的修行成果 将背诵赞美佛的话 嗯 我去 蜜蜂到别的地方去 那么 我忘了 他的修行成果还真是惊人 对不对 你这个笨蛋 我再也不原谅你了 我不能留你这种笨蛋在这里 现在随便你去什么地方 你走吧 快走 我真的很傻吗 我真的是笨蛋吗 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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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莉盘特 你在伤心什么 世尊 讲给我听听 我 我被哥哥赶出来 再也没有办法留在这里了 我不能回家 无处可归 既然无处可归 那你就到我那去吧 到世尊宁那里 怎么 难道你不是我的弟子吗 可是哥哥说 像我这种傻瓜不能当世尊宁的弟子 周莉盘特 你觉得怎样 你觉得自己是傻瓜吗 哥哥这么说 大家也都这么说 我好像真的是傻瓜 你有这种感觉 你就不是傻瓜了 发觉自己是傻瓜的人 就已经不是傻瓜了 来吧 来吧 是 我们先从你能力所及的地方开始 比方说 扫尘除够 你背这句就好 我试试看 扫尘除够 扫尘除够 1 扫尘除够 扫尘除够 1 扫尘除够 你就不会忘记了 我知道了 是 早晨处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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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世尊准与他留下来的 伤脑筋 对啊 说的对啊 周晨处处 你扫得这么辛苦啊 辛苦了 辛苦了 那边还有垃圾 这边还有垃圾 扫尘处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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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利盘特 每天不停地扫除 奇人惊蛇 而且 他的口中 也一直唱着 世尊所叫的那句话 扫尘处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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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尘处处 真是受不了 跟我的身体一样脏 扫尘处够 扫尘处 扫尘处够 好脏啊 我的身体 我的心更脏了 我知道了 世尊是叫我 扫内心的尘 内心的够 扫尘处处 我知道了 扫尘处够 扫尘处够 扫尘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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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岛山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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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说奇缘金社的东边 有一个比丘尼居住的金社 世尊每天派一位优秀的弟子到那里 传达教诲给他们 世尊 今天要派哪位到东边的金社去啊 我看派他吧 怎么可能呢 世尊 我想我弟弟他一定办不到的 不行 我办不到啊 会被女弟子给笑死的 不不 他们会生气的 对啊 说的对啊 周丽盘特 周丽盘特 是 你办得到的 你一定可以 不必像其他人那样能言善道 你自有你的专长 放松你的心情 照心想的自然的做就行了 你知道吧 是 是 我试试看 阿南 你和周丽盘特一起去 是 不知道他们到底要搞什么鬼 周丽 我就검 thomぶ 都不肯定都会在里面 走 你躲 Mitsui 那个 乖 湖 你是 这就是那个旺姓超良的比丘 他来干什么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手上拿着扫帚 待会大概要替我们扫地吧 今天由周立盘特来转达世尊的教诲 你讨厌 怎么这样 这可是世尊 他亲自指明的 请诚心安静的听讲 拜托了 考验 世尊到底在想什么 这分明不就是在看清我们对不对 对 一定是这样的 你们放心 待会我一定亲自向世尊反映这个问题的 我 这个人越看越脏 答对了 我的身体很脏 可是更脏的 是我的心 世尊送我这把扫帚 要我边扫边念 扫尘除垢 这个我拜得到 我每天挥着扫帚不断地送唱 直到有一天 我看着变成破烂的扫帚 我才发现了 到底承是什么 垢是什么 那就是我内心的承 我内心的垢 我的心充满了欲望 充满了不满 世尊叫我扫的 就是这个内心的承垢 欲望消失吧 不满满滚蛋吧 我扫了 每天我不断地挥扫着扫把来扫 可是 再怎么扫 承还是扫不完 一直一直地飞扬上来 我内心的承与垢 也一样地一直飞扬上来 那要怎么办才好呢 要放弃扫出承垢吗 不 不对 即使承垢扫不完还是要扫 就是因为扫不完才要扫 我办得到只有这样了 就是要扫起个镜子 多么感人的一番话 或许那就是打破常识的雄辩吧 朱利盘特的讲法 深深打动比丘尼们的内心 大家高兴的流泪啊 周利盘特 周利盘特领悟的好 这样就行了 在那之上的扫尘除垢 已经不是人的力量可及 所以才要靠佛的智慧佛的拯救 是 谢谢您了 世尊 大家也应该注意 悟道不一定要学习很多东西 即使只是一句话 如果能正确了解他的深意 那么一样可以步上正道 像周利盘特那样 不 我 就因为遇上了周利盘特 我才有机会 以别于常人的方法 教导他真理 谢谢您 世尊 每个人各有他自己应该走的道路 齐达 不是这样吗 对不起世尊 我们的心态错误了 我们的心态错误了 弟弟 我错了 请原谅我以前对你做的事情 哥哥 周利 周利 就这样 周利盘特受到世尊弟子光与相看 可是城里的人还是笑他是个笨蛋 有天不忘招待世尊一行人到宫殿里来 你是周利盘特吧 这里不是你可以进入的地方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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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天好高兴啊 您来得好 请你们尽量的享用啊 国王 我还有一位弟子未到 现在他在门外没进来 啊 这是多失礼的事 护卫队长 这是真的吗 不 外面没有类似佛弟子的人在啊 他是在门外的林子里头 不可能啊 无理队长 师尊这么讲 你就去确定的看看到底有没有 是 队长 真的要周立盘德进去啊 笑话 看到他就把他赶走 然后呢 跟国王报告 林子里没有人 知道吗 这是什么人啊 什么人 从哪里的 comin fortunately 我是周厉盘特 我也是周厉盘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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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 我说弟子 而且每个都长得一样 每个都一样 我不知道是何方神圣 大家好像都很困扰 似乎是这样的 我告诉你们一个方法 是 你可以问他们的名字 其中最先回答的就是了 你的名字是 我是周立盘特 真的 周立盘特就是 你 你 刚才失礼了 我来带路 好 之后全国上下再也没有人嘲笑周立盘特了 后来 韩特兄弟和好继续修行 兄弟两人的名字甚至流传到后世